深毒视频 让医学不再难懂 盐艳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耳鼻咽喉科 深毒君 这好好的鲜样体早就肥大了呢 鲜样体肥大能预防吗 鲜样体肥大到底是谁搞出来的 如何预防 怎么治 深毒君点灯熬夜查医书 为你带来鲜样体肥大防茶质专题 为宝宝们的健康 亲情奉献最实用的干货 好好的鲜样体怎么就肥大了呢 小朋友的免疫系统还处于发育阶段 不太给力 一旦病原体入侵鼻腔 咽喉 扁桃体等鲜样体周围组织 容易引起急慢性鼻炎炎 鼻痘炎 急性扁桃体炎等炎症性疾病 如果炎症波及了鲜样体 鲜样体会增大 如果炎症反复发作 鲜样体就会持续增大 久而久之 鲜样体肥大就来了 深毒君 这鲜样体肥大该咋预防? 避免上呼吸道感染 是预防鲜样体肥大最主要的手段 具体措施如下 齐齐手 避免病原体通过小脏手进入人体 天冷保暖 秋裤该穿还得穿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少去人多的地方凑热呢 出现发热 鼻色 咽喉痛这些症状时 及时就医 检查篇 体格检查 医生会先观察小朋友 是否存在粘口呼吸 是否有典型的鲜样体面容 口咽后臂是否有分泌物附着 点桃体是否肿大等表现 再用手指触摸鼻咽顶后臂 看是否有异常情况 一般通过体格检查 就能初步诊断鲜样体肥大 前鼻镜检查 前鼻镜检查简单来说 是在光源下利用鼻镜 观察鼻腔的检查 能观察到鼻腔中 个壁粘膜的色泽 鼻甲的大小 鼻中隔的形态 鼻腔内有无种物或异物等 如果在前鼻镜检查中 观察到鼻咽部 存在块状软组织隆起 可以帮助诊断 现样体肥大 鼻咽镜检查 鼻咽镜检查 是通过内镜 对鼻咽部进行观察 或病理学检查的一种检查 该检查 可以观察到顶后臂的淋巴组织 两侧臂的咽骨管 咽引窝 鼻中隔后缘 以及后鼻孔缘等组织的情况 如果在鼻咽镜检查中 观察到鼻咽顶后臂软组织隆起 就有可能是现样体肥大 鼻内窥镜检查 鼻内窥镜是一种微创医疗检查器械 能够直接观察到 鲜样体的大小 颜色 形态 是否压迫咽骨管等情况 从而帮助诊断鲜样体肥大 影像学检查 鲜样体肥大可通过 X线检查或CT检查来辅助诊断 如果发现鼻咽部的软组织增后 也是诊断现样体肥大的实锤 治疗篇 物理治疗 定期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 避免分泌物留在鼻腔中 引起激发感染 抗炎治疗 收选激素类药物进行局部治疗 如抗酸莫米松鼻喷物剂 丙酸伏蒂卡松气物剂等 抗菌治疗 如果是合并病毒感染或细菌感染 可以加用抗病毒或抗菌类药物 如青霉素类 头包类抗生素等 手术治疗 医生根据病情 也可以考虑鲜样体切除术 治疗原理就是把总是肥大 堵住气道的鲜样体切除 永绝后患 鲜样体切除术手术很成熟 创伤小 恢复快 具体治疗 听医生的就欧了 鲜样体肥大专题到了尾声 腺毒菌又有弱要淫湿了 呼噜娃 总鼻色 小心鲜样体肥大 张口呼吸要注意 早茶早治是关键 治疗过程遵医嘱 局部激素缓症状 反复发作 不要慌 手术治疗可根治 神毒菌留下金句 就此告辞 咱们下个专题见啦 关注神毒视频 记得点赞加转发哟 救命 请不吝点赞加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